日前杨幂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多久一次见小糯米 她直言一有空就会去香港 现在刻意缩减工作量也是为了更多陪家人 妈妈丽麦克斯说起名字 杨幂透露其实是邻居起的 爸爸原意是想起名叫杨阳的 就跟现在特伙的那个杨阳名字一样 因为我爸爸姓杨妈妈也姓杨 对于父母起名时的随意 她毫不客气地吐槽道 我家没什么文化 不是说起名叫杨阳没文化 是我们家比较懒动这个脑子 在刚刚上映的秀春道2中 杨幂饰演的北斋先生得到了许多赞赏 不过对于被夸演的好 她也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觉得别的演的也挺好 拍戏都是真的有投入 真的掏感情 但是生活中我没有情绪 她始终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人民艺术女演员 随后便得到了大量网友的点赞留言 予以支持杨幂 杨幂太忙了 行程非常紧 电影《北京首映》之后 她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重庆 成都等地路演 于是又到了她机场街拍的环节 杨幂近年来每一套机场LOK 都收获了不少转声 她称呼的品牌和款式 都被史上博主们拿出来盘点过 某网购平台上也经常出现 杨幂同款的服装 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货女王 杨幂表示这些服装和搭配 并没有幕后的造型团队 都是她认真挑选自己买的 有的时候工作特别辛苦 就需要买东西来发泄一下 哪有时间去实体店逛 就网上代购海淘 记忆到剧组 小刀指甲刀这种 我都是在网上买 前段时间还在网上买了 脸碰池很方便 时间是杨幂现在最大的敌人 她的时间被拆成整块的工作 和零碎的生活 无缝连接 为了更多的陪伴家人 更频繁的去香港 看望女儿小糯米 她开始慢慢放缓工作的节奏 不再一年十几步 那么疯狂的尬戏